我来插一句啊 我觉得今天我们先不看简历上的奖项 但是我们看两位企业家跟今天我们小韩的状态 至少是说我们今天专业度上 无论是今天的潮汐还是顿老师 其实他们根本算不上专业 但是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 没错 但是今天其实小韩我看不到你态度的积极 包括大卫老师已经无数次的给你机会 来我们跳个舞吧 你来点评他一下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加分点 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个事的重视程度拉上来 我倒是跟他们有一些不一样的意见 就是他在跳舞的时候 他那个心态还是很开的 自信的 很自信 就是他满满的那个自信和阳光 和我们能看到身上那个阳光的感觉 你看他现在 其实不管是马瑞也好 曾花也好 包括库老师点评他 你看看小韩到现在还是保持着微笑 我觉得他这个自信是能够显而易见的 我跟你们各位年龄大的企业家讲一下 像这样零零后的求职者 他身上就有一个这样的特质 他不太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 他只想活在自己那份青春自信中 我觉得也值得被我们鼓励 我认同你的观点含义 但是有一点是我觉得轻松可以 过度放松 就会让别人感觉你在松懈 要张弛有度 对 把你的自信是通过你的专业表现给我们 而不是你觉得无所谓随意 好不好 我知道 来 我们的面试也是张弛有度的 刚才关于跳舞所引发的这一段 我觉得我们就到此为止 我再多问一句 你有意向企业吗 小韩 哪个企业要我就去哪儿 就是我是提升 这个描述不好 哪个企业就是给我机会 这个描述也不好 意向企业给你空格了 就要把它写上去 如果你写上去 我相信朱家英会再考察你一会儿 对呀 肯定的呀 对舞台要有敬畏的 而且你刚才你知道吗 你那么着急地强化去表达 在我眼里你很自以为是 或者说怎么表现得有点 好像自以为知道 但其实自己并不知道 这一点其实稍微有点可怕 当然了我尊重你的个性 那就刚才他的表现 我其实请想问问您两位 你们看到他身上哪些优点了吗 我觉得第一他是大方的 他不怯场 这一点其实在企业里 如果是做服务型的这种岗位的话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但他的问题就是让人对他有过高的预期了 我觉得他可以走另外一个路子 就走搞笑的路子 告诉大家我是一个开心者 不不不 这点我不同意 原因就是什么 他其实是在真实地展示他的性格 比如说他的亲和 他不希望冷场 他用他自己仅有的技能 去让大家放松一点 也让他自己放松 但他不是一个 就是展示欲那么强 他还没放开 就这姑娘需要再往前走一步 你说要专业 到不了专业 你要说不会嘛 还会一点 就很尴尬